我叫李金 我在苏州 我是一个团扇首艺人 我从事这个行业大概有五六年的时间了 从我还没有毕业开始就开始做了 团扇是一个很小的门类 它是中国最早的一种制扇形式 比折扇还要早很多 我们小学生用的菩萨也是团扇 做正院门口卖十块钱五把的 你能叫它不是团扇吗 也是团扇 所以团扇这个大范围 它其实是一定是分层次的 跟我们穿衣服一样 老百姓就穿得便宜一些 没有什么刺绣在上面 那达官显贵 皇室就做得高级一些 不同的团扇 不同的扇面工艺 不同的扇饼工艺 它其实每个流程都不一样 比如说我要做一把克思的团扇 最基本的我要设计 我要把它的彩稿 线稿都要设计出来 然后克思师傅要做 那他做好了之后要修毛 修好毛之后我们要装表 装表之前我要做个扇框 所以我们团扇几个东西 是最重要的 扇框相当于它的骨架 扇面相当于它的脸面跟肉体 然后有一些配饰 相当于它的穿着 所以我们骨架搭好之后 扇面有了之后 把它组合在一起 它才能有灵魂 扇面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多的 克思刺绣跟手绘 还有用到一些别的材质 克思它的优势有几点 它是可以通过色彩来呈现 它的表现力是接近 俗画跟刺绣的 但是它比刺绣的 优势在于相对容易保存 包括它的工艺的复杂程度又很高 这就决定了克思 基本上是在织物里面最顶级的地位了 一个好的团扇 我觉得最起决定性作用呢 还是它的一个整体的设计跟搭配 它可以什么都没有 它可以就是很素 但是很多的工艺放在扇柄 或者是流苏上 那它可以表现出另外一种风貌来 所以我觉得整体风貌的掌控 这个是最困难的 我们做扇子 精工细作是它的前提 但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的最终追求 我们看到有的东西做得不是很精 但是跟我没什么关系 我没有心灵沟通的 我希望做得到多东西 就是我看了心生欢喜 希望大家一看到团扇 这是个美丽的团扇